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法者的生活频道 今次也是剝了眼镜和大家见面 但是被大家发现我不是看着镜头 我就尝试多点看着镜头 今天也是讲法国自由行 可能这个题目大家都很有兴趣 在法国如果你住Airbnb 有什么你记住不好做 是因为法国人在他们住屋方面 对邻居都有一定的礼貌要求 至于住在哪一区 大家可以看上面这条连续 你选Airbnb的地区 可以根据酒店的一集去选择 如果大家不是住在巴黎 以下一些建议 大家也可以在法国境内遵守 首先就是我们亚洲人很惯常 晚上洗澡 晚上洗衣机 其实我们在法国的屋 都比较旧 甲音很差 所以你会听到楼上 如果是木地板 你会听到一声 所以我们很少晚上洗衣 或者干衣 这也是为了大家邻居的着想 另外洗澡也是 我以前试过住在一个公寓 在巴黎 楼下的婆婆会投诉我夜晚洗澡 因为水管令她睡不着 但如果大家习惯了夜晚洗澡 就早一点 不要等到三更半夜才洗澡 另一件事就是扔垃圾 在巴黎或其他地区 不是每天扔垃圾 我们有分类 有回收 但没有日本和台湾做得这么仔细 所以如果你的Airbnb的业主 是有一些提示 大家都要根据他的提示去扔垃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能一个星期才扔一次垃圾 有些可能扔两次 你记住哪一天是会收垃圾的 譬如他说明星期四收垃圾 你星期三的晚上才扔出去 什么为止扔出去呢 因为我们有几种方法 一是可能外面有大垃圾桶 收大家的垃圾 有些没有大垃圾桶 扔在哪里 你会看到有些树下面 或者路边有些椅树位 他们会把垃圾桶放在那里 所以大家记住把垃圾包得好些 然后第二天 早上的时候就会有人收垃圾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 这么早把垃圾桶放在外面 否则会被邻居觉得 你很骚髒 为什么这么早放出来 所以最好第二天收垃圾 之前那晚才扔垃圾出去 另外我们住Airbnb的时候 有一个习惯的 就是不像住酒店那样 那些东西都乱了 不收垃圾就不能走 那是不行的 我想不是除了法国 其他地方也是 就是要收拾好一间房子 你可以不用拖地 但是收拾好一间房子 干干净整整整齐齐 才离开你的Airbnb 而我也有看过巴黎Airbnb的价格 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贪便宜 在巴黎小圈外租Airbnb 但是交通费或交通时间 也会用得比较多 所以建议大家去巴黎圈里租Airbnb 地点一样 就是看我之前的影片 也是差不多的 今天是一个小小的提示 希望对大家也是有用的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